波托爾其白年強陣傷亡是非常的慘重 而台灣的搜救隊伍出發現場當地救災 第一梯次40個人抵達機場後 原本大約只要4個半小時的車程就可以抵達 但因為強陣的關係是花了大約9個小時才到現場 而竟然清晨的時間他們也加入了搜救的行列 第一時間抵達再去的時候 現場的房屋是多處倒塌 而且沒有水沒有電的狀況 在上午的時候搜救群也在現場 發出了肺叫聲是有反應的 似乎是有發現人員受困 也鼓舞在現場的搜救人員 而第二梯的搜救隊是有90個人跟兩隻搜救犬 在昨晚也出發前往救災 而在今天中午左右他們降落在伊斯坦堡機場 後續將由外交部來協助轉機 前往阿達那機場的接待跟撤離中心 再由當地的人員去分配他們該到哪一個地方 來報到執行救災的任務 就是希望能夠為土耳其盡一份心力 以上是運輸到清醒 這部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